你们有没有感觉啊 在强化封锁里 四甲穿了跟没穿一样 穿四甲跟里面对枪 但凡对面子弹高级一点 可以说是见面就没 而且高级点的地图里 人机穿的都是四甲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穿甲 直接裸奔 然后进去打死敌人 或者是打死穿四甲的人机 然后换了他们的护甲 这样咱们就可以省去一个护甲的钱 四级护甲两三万一个 咱们完全可以把省下来的这笔钱 用在改装武器上 或者是用来买更高级的子弹 毕竟好高要用在刀刃上 高级子弹可以让咱们轻松地击杀对面 而且没有穿在任何的护具 这样可以使咱们的利益最大化 能够多带一个护甲跟头盔出来 有没有道理 咱们来试试啊 咱们这把打的是一把半个的法老 就这一把还要十万呢 更离谱的是 这战备才八万出头 地图咱们就选择强化农风吧 最近这地图热成像泛滥啊 万一让我杀一个 塞在保险里 直接就赚麻了 看剧复活在了别墅二号位 吃个止痛直奔别墅 有个脚步 先丢科智银汉弹 是个人机啊 别墅一号位没刷人 咱们看看保险里有啥 四格 好好好 又是个诈骗 杀个人机 借他的护甲一穿 空头掉落的位置离咱们很近啊 可以去摸一下 看看能不能再给我来个一键三连 之前的那个被我放在了个人据点 我想仓库里再存一个 这外面有点太穷了吧 要不是我是看了它落下来的 我都以为是别人摸了又和尚了 对啊 咱们可以把空头关上 然后在附近蹲一下来舔空头的人 我真是个大聪明啊 来了 嘿嘿 这家伙绝对想不到 在这里还蹲着一个老六 抓引鸭子弹 不确定他有没有队友 只能稍等等的 不过刚才楼顶的人居然打我 咽不下这口气啊 直接给你打掉 完了 你来了 我这直接暴露位置了呀 先架好再说吧 他这颗雷丢的 这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 还炸我呢 都扔哪里去了 看到你了 这显眼的红色 只得是圣诞老人的红色背包啊 不过没打死 这下彻底暴露位置了 直接忙他吧 还敢丢雷 可恶啊 真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回仓库起装去吧 这慌不得路的 还是被雷给炸了 先打下状态 看看第一个人装备是啥 4甲ACE31 带挂里没啥好东西啊 背包里有半组四季弹 一个大手术包跟大药包 把他的包换上 当然不能忘记把四甲换上了 这下咱们从五甲变成四甲了 再看最后这个人的包 四级弹挂甲 也是ACE31 怎么突然这么多玩这枪的 这把枪卸下弹匣 折叠一下就能拿上 包里也是没东西啊 这红色的背包 真心不建议打巨大玩家背啊 太明显了 直接去旅馆吧 看脚步 这是刷男团了呀 清理一下男团 清完男团 发现主客房没人开 嘿嘿 我总感觉有大金在等我呢 桌子上没金 看保险 这布局两个四格 其中一个准时大金 满满的诈骗啊 给个金包是安慰我吗 压力给到了另一个保险 这边甚至连个小金都不给了 气死我了 时间也不多了 咱们该撤离了 清单团耽误太多时间了 不过咱们只有五千三百多克NB 走不了快撤呀 对了 旅馆一楼的收银机 不要让我失望啊 这下够了 交钱撤离咯 撤离成功 赚了41万 相当于一个大金了 这无图无解的玩法真的可行啊 轻轻松松就赚这么多 所以你们可以尝试一下这种打法 毕竟四甲穿不穿的吧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关注哦 拜拜